自2020年开始,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向远程工作。 虽然一些人现在已经回到了办公室,但仍有很多企业依然可以在家远程办公。 考虑到这一点,一个有效的家庭办公环境非常重要。 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则是至少一个外接显示器。 在Windows 11上,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第二台显示器,可以扩大桌面画布,同时处理多个应用程序,提高生产力。 然而如果没有外部显示器呢? 其实Windows 11 22H2已经包含了Cast功能,可以将笔记本秒变显示器。 接下来将为各位小伙伴演示,如何将笔记本秒变显示器。 有A和B两台笔记本。 现在将向您演示如何把B笔记本变为显示器。 将A笔记本的内容投屏到B笔记本。 打开B笔记本的设置。 进入系统、界面并选择投影到此电脑。 如果您是第一次进入这个选项,界面可能会略有不同。 在界面上应该显示可选功能选项。 如果无法看到启动无线显示,应用已投影到这台电脑选项。 或者您点击此选项,没有任何反应。 在旁边的搜索框输入可选功能并单击。 单击查看功能按钮。 查找并选择无线显示器。 单击下一步。 系统将自动安装无线显示器功能。 虽然这个功能很小,但安装时间较长。 大概需要6分钟左右。 具体取决于您的电脑配置。 进入系统设置的蓝牙和其他设备选项。 打开蓝牙开关。 单击显示更多设置。 单击更多蓝牙设置。 选中允许蓝牙设备查找这台电脑并单击确定。 回到系统设置界面并选择投影到此电脑。 下面的三个选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 单击启动无线显示应用。 以投影到这台电脑等待其他电脑进行投影。 切换到A笔记本。 建议A笔记本也完成B笔记本上的操作。 按下Windows加P快捷键。 选择更多显示器设置。 选择多显示器。 单击连接到无线显示器后面的连接按钮。 检测到B笔记本正在等待连接。 单击B笔记本的电脑名称开始进行连接。 连接成功后,B笔记本即可变身为一台普通显示器。 有些电脑默认使用扩展连接方式。 根据自己的需要。 可以复制屏幕、扩展屏幕和仅第二屏幕。 选择复制屏幕。 看看连接之后的效果。 操作A笔记本。 B笔记本基本没有延时显示。 在A笔记本上按下Windows加P快捷键。 选择断开连接。 B笔记本即可恢复操作系统状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